在台中暮風的山區 一個門牌號碼卻住了九戶人家 他們自己種有機蔬菜 這個沒有再噴農藥 這個我都是用那種自然的 我差不多種的菜裡面 都差不多比較不需要農藥 生產過剩的蔬菜 就拿去跟鄰居以物易物 我有木瓜 還有絲瓜 然後來換一些芋頭 香蕉 還有水果其他所有都可以很多 他們砍柴燒火來取代瓦汁 用這個比較省 用瓦樹用毛管 我們這邊都是 隨地撿的那個木材很多 就用這樣燒 他們都是921大地震的幸存者 當年買在台中金巴黎社區 和其他社區的房子倒了 還背負幾百萬元的房貸 於是宋傳燕捐出他在 霧峰山上的一塊荒地 帶領這群老鄰居一起開墾 建立了這個大家庭 真的 怎麼講呢 太好了 因為一塊石頭 一塊瓦片都有我們的血和汗 你知道嗎 我們在這裡生活 每一家都有難念的筋 有時候碰到摩擦 還是什麼的話 我們在這邊我們可以聊一聊 大家可以就是分享一下 喜怒哀樂都可以分享 大地震流下的心理瘡傷 也彼此撫慰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因為當時對面那個哀叫的聲音 救我啊 有人趕快來救我 可是那個時候 一些阿兵哥要來幫忙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整個房子壓住 不知道第幾樓 十四年來 每個家庭相互扶持 從最艱困一路走到今天 當初捐地的宋傳燕感觸至深 你能夠把心托付給他 對方把他的心托付給你的這種人 交心的人 跟你陪伴著你 走入我們的老年的生活 然後慢慢地離開這個世界 這是真的人生最大的一種樂趣 一種享受 也是真正有錢買不到的